为什么1984年的阅兵无法被超越 看到这样的皮墙和脚步就知道 1984年的阅兵一直被许多人认为 是现代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 它之所以无法被超越 和当年的各方面因素无关 正值改革开放期间 1984年的阅兵展现出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成就 体现了中国的国家实力和文化体育 在这场阅兵史上 整齐华一的步伐 高昂的士气 都展现了中国军人 迈向新时代的军事素养和训练水平 震撼人心的劈腔动作和整齐华一的脚步声 将视觉和听觉元素深深的震撼观众心灵 也成为了人们记忆中难以磨灭的瞬间 这种庄严威武的场面 展现了军队的统一和激怒 体现了一种军人的精神风芒 因此1984年的阅兵至今依旧令人津津乐大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中国的阅兵仪式 中国人大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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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光荣的八一军旗 记载着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功伟绩 战斗的八一军旗 我们永远高举起您 护卫着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向部队致敬 此刻他们的心情该多么激动 当年曾率领这支英雄部队横扫敌寇 如今新一代战士更加英勇 这次阅兵是国庆十周年以来在天安门广场组织的第一次阅兵 国庆兵也是建国以来规模较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阅兵 高党 同志们辛苦了 国庆兵也ед上副 孟下 八一军旗在前面引导 陆海空三军舰儿心中充满自豪 他们代表全军广大纸战员的心愿 向党祖国和人民汇报 军事学院和石家庄陆军学校方队 依次接受检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的指战员不仅有一致的步伐 严整的军容 而且是军地两用人才 具有能文能武的本领 支援国家重点建设 强险救灾 有他们矫健的身影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 雍正爱民 有他们爽朗的笑声 他们是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受纪律的一代新人 用恢复 敬天爱 阿弥陀佛 向蓝色的大海翻滚白色的波浪 年轻的水兵是海军的希望 加油 三 一 二 这是我国阅兵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女兵方队 骄傲吧 中国姑娘 我们不仅有三连贯的中国女牌 而且有亦往无前的中国女 我们不仅有三连贯的女孩 仪仗兵们手中紧握着我国研制的新型自动步枪 它的体积 重量 直射距离 威力 在同类武器中出类拔萃 是处于目前世界先进水平的步枪 仅随仪仗方队之后的 是四个军队院校方队院校的优秀代表 建国五十年来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非常重视军队院校建设 毛泽东同志通过兴办院校 实现了我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到依靠院校培养干部的转变 潇洒的水兵方队是由海军潜艇学院组成的 他们曾在1959年1984年两度参加国庆首都阅兵 水面舰艇部队 潜艇部队 航空兵部队 海军陆战队 岸防部队等五大兵种及各种专业部队 组成了现代化的人民海军 加油 武军军 预备一部队 平时预军与民 战时根据国家发布的动员令 转为现役部队 建国五十年来 党和国家始终把摆在战略位置 并通过法律的形式把预备一制度 确定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 高清党旗 国旗 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仗方队 刻步走来 人民军队 永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 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 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 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永远是香港 永远是 ages三 衫应该主义的计划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是否也会觉得中国阅兵震撼人心呢 1984年的阅兵是中国现代化阅兵的起点 它展现了中国军事实力和国家形象 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成为了不可复制的一段历史景观 这场阅兵式不仅是国家力量的展示 更是一次文化和历史的盛会 永远镇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也一直激励着中国不断实现突破与发展 积极探索高科技武器装备的研发 相信未来的发展中 我们的祖国会更加强大的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